司马炎夺取了老曹家的江山之后,打败了蜀国和吴国,一统中原,建立了西晋,但是司马炎在子嗣上却非常艰难,皇长子夭折,嫡子司马忠是皇位名正言顺的继承人,却非常吃傻。 司马炎担心他不懂房中事,便派自己的爱妃前去教导,没想到自己的爱妃怀上了傻儿子的子嗣,无奈之下,司马炎只能将这个实际上是孙子名义,是儿子的孩子,也封为皇子。 当时司马炎为司马忠娶妻贾南风,贾家的家族势力非常庞大,嫁给司马忠后,贾南风依然嚣张跋扈,对司马忠遗旨气势,不过由于司马忠性情吃傻,对贾南风的欺凌一点不在意,反而非常听从妻子的话。 贾南风进门多年都没有为司马家生下孩子,司马忠的后院也没有其他子嗣,司马炎担心自己的傻儿子不懂房中事,便派遣了自己的一位爱妃前去教导, 这位姓谢的妃子进入到司马忠的后院,生活了一段时间后才知道,司马忠没有子嗣的原因,原来贾南风为人善妒,自己没有生下孩子,便不允许其他妾室怀孕,一直给他们服用避孕的汤药,即便不小心怀上了的,也被贾南风命人悄悄地打掉。 谢妃奉命来指导司马忠房中事,自然也与其共度过几夜,随后他发现自己竟然怀孕了,为了避免来自贾南风的报复,他火速回了皇宫,向司马炎报告了此事。 司马炎也很无奈,谢妃也是奉了他的命令,才前往司马忠的府邸的,如今怀的也是司马家的孩子,不可能让人打掉,只能让他生下来。 后来司马炎也将这个孩子当作皇子对待,一视同仁。 司马忠继位之后,贾南风善权,西晋局势动荡不堪,北方少数民族开始入侵中原,五湖乱华的局面由此开始,中原百年间战乱不断。